今天呢是主题定位赛的最后一场 主题叫恋爱 我想和你谈谈 那种单身很久母胎solo 渴望爱情生活朴素的 比如我的朋友何广志 我现在是一个爱豆 爱豆不能谈恋爱 我奶奶说你别骗我 他们谈的恋爱还少吗 音乐节上一群头发五颜六色的年轻人凑在一起 没有人pogo 没有人跳水 听嗨了就在那拜天地 就在那哭呀 你准备好了吗 她闺蜜真的很漂亮 我骗了到当时我心里有一个小人对着她 我当时不知道外国人不会蹲这个事 我说蹲的还能不会呢 双腿弯曲 重心下沉到极致 然后我就看着我老公面向右侧 跪下的 就是你们这边磕头拜天地 他们在旁边磕到了磕到了 哎呀磕到了磕到了 哎呀好甜好上头啊 你们家的猪都上头了 快把我杀了给他们猪猪性 啊哪 好巧啊 好巧啊 我没有一样的胡子啊 我太太是一个律师 她有两个博士学位 她特别的喜欢杨丽 因为她经常都搞不明白我这种普通男博士 为什么会那么自信 我就想奉献我自己你知道吧 夸父逐日 女娲补天 杨丽嫁人 我们男生可是喜欢各种各样类型的女生啊 就是 真的妹妹可爱 姐姐杀我 我不想努力了 当时他问我 他说你还记得我的新桌 我说 你的新桌 哦 你问我你的新桌 哦 在一起这么久 你居然问我你的新桌 他说如果你真的忘了话 我恨你一辈子 我说天蝎座 家里来客人了 我就现在邀请他们参观厕所 他们对厕所的评价就是 啊 这么豪华的地方 为什么会有一个马桶 我老婆老贤 一天我在里边待的时间长 就老在外边催我 说你快乐吗 我说我很快乐 前两天回了一趟家 回家之后 遇到了一个特别魔幻的事情 因为我一直觉得 我们节目是一个 非常有文化的节目嘛 但没想到我奶奶 八十多了 没有上过学 天天看我们节目 就我现在回家跟我说 我现在天天看你们的节目 我觉得你们讲的那些段子呀 都特别的有文化 我说奶奶 您骂人还挺脏的 确实没少看 我奶奶看完节目之后 她就知道我是做什么工作了嘛 但我现在每次回家 不变的是 她还是会催我 赶紧谈恋爱结婚 我又会实在没有办法 我就跟我奶奶说 我说奶奶 我现在是一个爱豆 爱豆不能谈恋爱 我奶奶说 你别骗我 他们谈的恋爱还少吗 最魔幻的是 她竟然还是杨丽的粉丝 一个山东老太太 喜欢杨丽的段子 我当时就特别的震惊 我就想 我奶奶 该不会是要上桌吃饭了吧 开玩笑 开玩笑 首先这些漏洗澡就没有了 其次就是我奶奶 说完她喜欢杨丽之后 接着又问了我一句 杨丽今年多大呀 我说啊 我说那个比我大四岁 我奶奶说 啊大四岁 啊 大一点好 大一点会疼人 就别人都是喜欢 杨丽会骂人 我奶奶喜欢杨丽会疼人 就确实杨丽骂人可疼了 你们看我今天这个打扮 也看得出来 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 我最近在走这个时尚路线 真的我为了提升自己的形象 真的去买了一些潮牌 然后去的时候 为了让我自己看上去 是经常消费这种品牌的样子 还故意专门穿了一件 那个品牌的衣服 然后再去逛那个品牌的店 结果进去之后 直接就被当成了店员 最让我生气的是 我被当成店员的时候 裤子和鞋还印着 其他品牌的logo 就你们穿两个品牌的衣服 有个人感觉是 这个人就是喜欢混搭 我穿两个品牌的衣服 就给人感觉是 这个人 他打两份工 我很难通过买衣服 获得自信 我这个人太不擅长买衣服了 我经常买衣服的时候 就是在店里面试着是合适的 觉得这也太好看了 一阳千玺 回到家再照顾的一看 张伯扬 哎呀 太过分了 时间长了 就导致我现在每次打开衣柜之后 都会发出一种感慨 就是怎么这世界上 丑的衣服 都让我一个人给买了 我虽然没有谈过恋爱 但我现在特别爱看恋爱综艺 那种感觉就跟上学的时候是一样的 就班里有人送个情书 你也要跟着去 就自己谈不上恋爱 就爱跟着掺和 我从小就特别爱掺和这事 如果有人要去隔壁班送个情书的话 我就站出来 我去我去我去 让我去 我跟着你去 我帮你看着他们班主任 那时候老师经常说 爱是克制不是放肆 但是当时的我来讲 爱是放风 如果说爱情是一场游戏的话 我就是里面的NPC 我也是特别渴望爱情的 我觉得甜甜的恋爱 可以抵御生活中所有的苦 所以我现在特别想在比赛期间 去谈一场恋爱 因为我打算在情场跟赛场之间 做一个风险对冲 作为一个脱口秀演员 我们这个工作属性也很倒霉 就每个周末节假日我们都要演出 和女朋友基本休息不到一起 我女朋友都很诧异 说莫南 就跟你在一起 我才第一次知道 就一个人啊 竟然可以在没有钱 也没有事业的同时 还没有时间 真是绝了 说你是怎么做到的 竟然能够在所有短板 一应俱全的同时 每一块还都短得这么歇斯底里 我经常感觉 如果说人就像是一个木桶 有长板有短板 那么大家路过我身边都得惊叹 说呀 这怎么还有一个托盘 我跟我女朋友一起去玩 一个丧尸主题的密室逃脱 就在那么一个沉浸式的 世界末日的背景下 我竟然能够做到 在比其他人 胆小如鼠一万倍的同时 再比他们粗心大意一万倍 其他男孩都把女朋友挡在身后 端着枪跟丧尸激战正憨 只有我一个人 把枪落在了门口大厅的沙发上 我女朋友都看傻了 说怎么 叶问啊 荡师奔勇出来 给我逼到墙角 看到我手里空空如也 她都给整不会了 你枪呢 可以掏出来了 我对婚姻的焦虑 其实也来于我妈 因为我妈从来不催婚 这反而激发出了一些 我对婚姻的欲望 我妈她对生活就非常的消极 你从微信名能感觉到 其他人妈妈微信名 檀香深处 宁静致远 幸福每一天 我妈微信名 就三个字 没必要 说莫南你就没必要结婚 结了婚 还怎么 心无旁骛的 给妈妈养老啊 就住在家里 到时候你爸也退休了 他洗衣服你做饭 两个巨婴都在家里 给我玩这个乌鸦反补 好吧 养尊处优这么些年 也该补上劳动这一课了 It is your turn 我竟然都问出了一个 我觉得但凡有点骨气的年轻人 都不可能问出了一句话 我说妈 那我老了 谁来照顾我呀 我妈哈哈大笑 说莫南 谁还管得了你呀 实在不放心 你走我前面也行 我现在都感觉 我觉得如果说所有的父母 都能够有我妈这种 毫不利人 专门利己的心态 就不催婚 甚至再决绝一点 能够拿出当年阻挠咱们早恋的 那个镜头 来阻挠咱们的婚姻 咱们结婚率 很有可能就是上升的 因为结婚 就成了年轻人心目当中 最叛逆 最摇滚 最先锋的事情 音乐节上 一群头发五颜六色的年轻人凑在一起 没有人POGO 没有人跳水 听嗨了 就在那拜天地 就在那哭呀 我跟我前女友分手已经一年多了 说实话呀 她从最开始就不信任我 她对我的一举一动都特别的敏感 比如什么呢 比如我发微信的时候 我不能笑 我一旦边打字边笑 她的第一反应就是 诶 是哪个小妖精 让我男朋友产生了愉悦 然后她会就把头凑过来 谁呀 我说怎么 你是觉得我跟我爸之间有点什么 就在她这儿啊 对她忠诚 就是发微信不能笑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 什么叫忠孝不能两全 我记得有一次她把她闺蜜带过来 介绍我认识的时候 我们三个坐那儿 闺蜜坐我对面 她坐我旁边 她闺蜜真的很漂亮 我漂亮到当时我心里有一个小人对着她 但是我还有起码的道德感 所以呢 我在整个过程中 我就一直忍着没有看她闺蜜 我就看着我女朋友 然后我心里想 看她 不要看她闺蜜 她肯定在看我 是不是在看她闺蜜 现在差不多可以看一眼 先假装看那种 真好看 就在今年 有一次我跟我前任一个共同的朋友 我俩在那聊天的时候 聊着聊着呢 她突然问我 她说 那谁结婚了你知道吧 当时脑子嗡的一下 不知道为啥 就在我的认知里啊 就总感觉前任是永远不会结婚的 她不应该没人要 开玩笑 这太得罪人了啊 开玩笑 但我当时真的很懵啊 我说 这么快吗 我说不知道 她没联系 她说啊 没联系 没联系那算 那你想看照片吗 我说看不看都行 但我当时心里有一个小人说 你倒是往外拿呀 是吧 我想看 快点快点快点 哎呀 然后我这哥们就掏出手机来给我看 他在我前任婚礼上拍的照片啊 我一张一张在那翻 我表面上啊翻得很快 但其实我看得很仔细 我就想在我前任脸上找一种表情 找一种勉为其难的表情 那种表情就是啊 我才意识到上一个人有多好 我爱的是上一个人 这是个错误的决定 我有点后悔了 一点这种表情都没有 怎么说呢 他太会伪装了啊 会到让人心疼 所以我把手机还回去 我说挺好 看着挺幸福 幸福就好 哎对了他老公是干啥的 不要小瞧这简单的一句话 当时我心里又有一个小人 远远的对着他老公喊 过来呀啊 他老公过来来跟你比划比划 看看你什么角色 然后我这哥们就开始给我讲 我前任他老公 是一个投资人啊 在北京上海都有房子 两个人蜜月去欧洲玩了一个多月 这个那 这个时候再看我心里那个小人 一边跑一边喊 杀人啊 救命有人杀人啊 分手以后我是想过我的前任可能会过得好 但他过得有点太好 就他的好伤害到了我 让我觉得啊 我原来只是他幸福路上的绊脚石 他把我踢开是对的 所以现在我特别想站在他的面前跟他说 我现在过得也挺好 我现在上了脱口秀大会 也是事业的上升期 所以你老公投资我 不会错的 我去年上了脱口秀大会之后呢 有恋爱综艺找过我 然后当时经纪人跟我介绍 他说这是一个艺人和素人谈恋爱的节目 那么我说我作为艺人来说 还要多了解一下对不对 我说那这个节目有多少个素人呢 经纪人说加你一共30个 我说行吧啊 然后当时又联系到导演组 导演组给我介绍这个什么节目 这是五位女艺人和30位男素人的一个恋爱组 我说你等会儿 我说五位女艺人和30位男素人 在同一个屋子里 这是个平等的恋爱节目吗 这不是女明星快乐屋吗 也不见得快乐 现在恋爱节目真的很假 我很难代入进去 因为找的都是一些俊男美女 工作体面身心健康 这种人怎么可能是谈不到恋爱的人 就照着我这个刻板印象来看 我觉得他们不伤害别人感情就不错了 而且之前确实出过事 上了一个热搜 当时一个恋爱综艺 两个素人在一起之后 发现这个男的 跟别的女生聊七七八八的 然后被网友一顿捶 当时我都蒙了 你知道吗 那是我第一次听说素人人设还能崩的 我觉得节目组 如果真的想为我们这种老百姓做点实事的话 他就找一些那种单身很久 母胎solo 渴望爱情生活朴素的 比如我的朋友何广志 我有一次看个恋爱综艺 一对男女去逛超市 当去冷藏区的时候 那个女生准备打开冰箱拿一个东西 那男生突然说 你等会儿 你离冰箱远一点 不要冻到你 我说等会儿 我说什么叫冻到你啊 我说这个女生是不会使用冰箱是吗 如果你不说的话 她就马上进冰箱里了是吗 她说你走吧 我到家了 那个观察嘉宾很大的责任就是烘托现场气氛 你知道吗 尤其是有一男一女在一个私密空间的时候 他们就突然讨论 他说现在一男一女在一个私密空间 他们的感情很容易急速升门 我说你放屁 屋里还有几个身上大哥呢 我觉得现在的恋爱节目跟我小时候看的太不一样了 我小时候看的恋爱节目都很真实 我小时候看的是《非诚勿扰》 你还觉得那个 你还记得那个节目有多真实吗 就是一个男生上来啊 说大家好我是 没等这个男生说完呢 那女生说这也太丑了吧 棒就把灯按了你知道吧 然后随着那个男生介绍自己 然后听到那个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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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直接开始 可惜不是你 陪我到最后 那才多真实呢 而且我觉得 现实中的爱情啊 不会像恋爱综艺那么做作 你知道 因为现实中的爱情都是互相折磨 之前我谈恋爱的时候 我女朋友突然有一天问我 她说小北 最近发明出一种 能够让男人体验分娩痛苦的仪器 你要尝试一下吗 我说什么玩意儿 我真的是没听懂 你知道我上网开始查 然后弹出来第一个词条写的是 男子体验分娩痛苦痛到发抖 女朋友在旁边感动到 泪流满面 我心想那是感动的吗 那应该是笑出了眼泪吧 你知道 我还问我的女朋友 为什么要让我体验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那么疼 我女朋友说 让你体验这个东西之后啊 你知道我们女生有多不容易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 姐妹们 我们男生体验之后 第一反应 不会觉得女生有多不容易 我们只会觉得 还好是个男的 我下辈子还要做个男的 我要做男人forever 你知道 而且我觉得 你不要让老公 体验那个东西 男人那个德行 你们还不知道吗 没有体验之前 你老公陪你生孩子的时候 你在旁边问 老公 你知道我都痛吗 你老公说 宝贝以后加倍对你好 所有包都卖 所有家务都我做 假如体验之后 你问老公 你知道我都痛吗 我知道啊 接下来我小饼 谢谢